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你能感觉到肝有问题的时候 就不得了了 根据统计 台湾每年有一万多人死于肝病 最近给人健康形象的主持人陶金盈 也因为肝指数过高 跟所有的节目请假 护肝行动要从何上手 《康健》杂志 推出《身体百科》 肝脏100问专刊 特别邀请台湾肝脏权威 基隆长根医院 简容南副院长 让大家认识你的肝 做对倒肝方式 提早预防 尽早治疗 基本上疲劳是这样 就是我们身体的代谢增加了 或者细胞缺氧了 就会有疲倦的感觉 当身体的器官出了问题的时候 大部分都会有疲倦的感觉 比如说小致感冒 大致肺炎 心脏衰竭 心律不整 肝脏发炎等等 反过来讲民众如果有疲倦 来闷诊就诊 他们最担心的是肝脏出了问题 那我们也会配合民众去做一些肝脏的检查 那大部分检查出来真的是肝脏有问题的机会 大概只有十分之一 其他大部分都是我们的生理上出了一些问题 这个包括睡眠品质不好 包括缺乏运动 包括工作超过八个小时 甚至于四个小时 那民众只要在这几个方面做一些调试 大部分的人疲倦的感觉 或疲劳的感觉就会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